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今天3月13号台视五间新闻 我是侯乃荣 口套讯息带您来关心到庙会活动又演变成了斗殴事件 屏东有宫庙在周末假日举行绕境 现场涌进了大批的信众人潮 没有想到就在派出所旁不到50公尺 一度爆发了推挤冲突 而另外在高雄同样有庙宇举行绕境庆典 不过镇头人员却疑似喝醉酒 团员之间引发了口角争执 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 你推我我推你 黑衣男杠上白衣男 一阵混乱怎么也拉不开 民众无辜被拨及 你推我几下都吓坏了 惊声尖叫 双方火气都很大 一度想输赢 但火兵地点竟然就离派出所 不到50公尺远景火速出动 对啊 刚才无论跟人家吵架了 警察都到了 男子好像还是很生气 火爆冲突就发生在11号晚间 当时屏东长这一处公庙 举办庙会活动 结果镇头却因为队伍行进 谁要指挥曹不龙爆发冲突 动手的总共四人 现在双方都要互告伤害 全案一伤害及防外刺激队 移送屏东地间所侦办 另外在高雄也穿出公庙镇头爆发全五行 马路中央同一团的两名男子 互扯衣服下一秒毫不手软一拳挥过去 当街开打 12号下午4点多 林园一处公庙举行绕境庆典 没想到同镇头的其中一名男子 却疑似喝醉酒 加上扛叫分配有误会和团员 引发肢体冲突 将通知知识的人道案说明 只不过欢庆庙会民俗活动 进而演变冲突的事件频传 不只气氛变调恐怕神明看了也不开心 记者屏东高雄 照报导